说起奇亚汽车品牌 前几年在中国是相当畅销的 尤其是奇亚K2 K3更是受欢迎 之所以有如此好的市场 主要是韩汽车不仅价格便宜 外观精美而且省油 虽然有这么多优点也不代表没有缺点 奇亚汽车的缺点就是质量不够好 安全性能不太强 近几年来更是发生了越来越多的事故 再加上中韩的紧张关系 奇亚的小伙伴 在中国销售市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销售业绩 据统计2017年前半年 所有销量只有12.97万辆 这与原定销售计划的70万辆 真的是相差甚远 面对中国销售市场这样滞销的现象 奇亚方面也不能坐以待毙 他们把销售对象指向了 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 以便度过这次危机 接下来奇亚首先在印度 建立工厂投资了11亿左右 然后又在各个地方设立4S店 这两项加起来就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这么大的投资 印度人真的买账吗 事实是印度人并不喜欢奇亚 相比较他们更喜欢奇瑞QQ 和比亚迪F0这样的车型 当然他们有自己的理由 首先奇瑞和比亚迪是知名大品牌 这辆和安全性能都有保障 使用更加放心 其次这两款车型 又是其中性价比最高的车型 便宜又省油 最主要的是符合他们的消费水平 和日常使用要求 对于奇亚十几万的价格 印度人还是更倾向于奇瑞QQ 和比亚迪F0这样的车型 奇亚转战印度市场的计划 好像结果也不尽满意 面对这样的现象 奇亚接下来到底要何去何从 也没有一个好的方向 尽量的规定 须端 也不如 graph 批准 拍照